真的很美 小卡片以及乾燥花 它就是做哪一個 這個很花成本 Amazing 哈囉 歡迎收看 穿搭那件事 我是小派 我是晨晨 今天這集要做什麼 母親節 母親節快到了 身為一個孝順的孩子 就是要幫忙到垃圾 對 到垃圾 到這件事 然後呢 我就會跟一些婆媽去聊天 結果他們這樣觀察 大概就是分成說 四種型 有一種是樸實型 然後有一種就是非常的 一種的 漆花 我們不能說漆花 就是 華麗 華麗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型是 類時髦 就是比較時髦的媽媽 那最後一種是什麼 因為貴類成什麼 氣質嗎 我覺得像是 蠻氣質的 還是比較溫柔那種的 氣質溫柔都像 好啦 那現在我們第一個類型呢 就是 朴實媽媽型 當然朴實嘛就是 實用要大於美觀 然後再來是不要愛手 這就是我規列的幾個重點 像是小表面的 然後 工作起來也比較 比較方便 那我會推薦說 像水灘之星這一款 就是還蠻熱門的手錶 小表面 又輕巧實用 安全色系 而且蠻低調的 對啊 蠻低調的 像我以前蠻喜歡戴這種顏色 我覺得很安全 那你覺得像這種玫瑰鏡的 因為它總共有兩個顏色 就是可能媽媽算朴實一點 可是還是會希望就是 看起來有一點點的溫柔感 或者是設計感的話 就會戴 而且我覺得如果 我跟我媽媽一起戴的話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哦 對 因為我們母親姐嘛 就是母女 母女表 那像這樣的搭配的話 因為重點是在補實嘛 補實的話就是要使用 使用的話 我覺得媽媽平常都在做家事 所以為了要體恤一下媽媽的話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欸 挑小表面的 看起來比較簡潔有利 那第二種類型的話呢 就是 貴氣型 貴氣媽媽型 媽媽好像都喜歡聽到那種 貴氣這個詞 有一些媽媽聽到就覺得 欸 你有看到我散發的那種 霸氣的感覺嗎 對吧 像我們 垂山之星這一款 表示的話 它是 呃 比較玫瑰金一點 就是 比較不會有那種 呃 太過搶眼 但是 它又有一種 貴氣的感覺 我現在介紹這一款啊 它也是在 我們家的鄰居啦 還有包括我媽媽 就是 我們根據大數據票選的話 它算是 排名第一的 那為什麼我媽媽會喜歡 其實它就告訴我幾個點 一 因為它看起來BringBring的 蠻少女的 貴氣 貴氣中又帶一點 質感 呃像我們中間這一款 它表面的設計就是 看起來很有層次 對 然後 再來是 它裡面有 增三眼的功能 然後呢 也是有一些媽媽會選擇 最旁邊這一隻 就是 呃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在我右手邊這一款 最旁邊這一款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簡單 但是它裡面的設計 呃我覺得有它的巧思 蠻有質感的 它其實你們側面看它 其實是蠻薄的 那另外兩款呢 我們看它側面其實是 比較厚實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就是戴起來就是 會有比較有一點氣勢的感覺 氣勢型的吧 第三種類型要介紹的是 Fashion Mommy型 就是 時髦媽咪 像平常在逛一些 呃 金瓶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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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我 心裡面我是覺得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 呃 很多媽媽其實現在看起來都 非常的不媽媽很可怕耶 其實看起來都比我媽媽還要時髦味 你媽媽我就見識到了 喔對 她很可怕 就是 很可怕啊 蠢蠢媽媽會從蠢蠢的衣服來穿 哈哈 我會覺得 他們喜歡的特點啊 就可能是 那種比較Bring Bring的 華麗的外型 然後有那種時髦的外型 嗯 時髦的造型 帶的這一款 來大家take一下 真的好美 對 蠢蠢手上這一款 它其實就是 香檳配色 香檳配色的話 我自己本身會建議說 膚色比較白的 媽媽或姊姊們 就是可以 帶這一款表 而且再加上說 它旁邊的配件的話 就是一種花龍點睛的感覺 我們這些 搭配呢 璀璨之心都已經幫大家 就是 組合搭配好 所以其實你們不用再擔心 接著呢 還有另外一款呢 我來幫晨晨戴上去 神秘紫 對啊神秘的紫色 我覺得這款表很特別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它手錶的切面是 它的切工很特別耶 就是很像 大鑽那種大鑽的感覺 就是有那種切割3D面對不對 對啊然後切割了好幾面在上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Amazing 可能我第一眼 假如它擺在一個桌面上的話 我第一眼就會看到這一款 會 好啦接著呢 我們第四種類型呢 就是 溫柔和藍型 它其實跟第一個類型 樸實型其實還蠻 蠻像的 比起樸實型的話 我覺得會 美觀大於實用 因為我媽媽可能本身 我媽媽就是比我黑 我就是比她白 所以呢 怎麼樣 沒事 我要調侃媽媽還是 這個顏色其實 對如果 因為我覺得媽媽難免會曬到一點太陽 出去買菜啊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所以 它其實這個顏色還蠻顯白的 像這個表帶是像藍色的 那它裡面的花呢 就會有帶有一點藍色的感覺 那這支藕玉色的話呢 它的花就帶有一點藕粉色的那種花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我蠻喜歡它那個時間 它是蠻簡約的啊 就是時間的那種 也不是就直接整個一二三很熟 它整個看起來其實是很氣質的 就有一點知性感啦 我跟你們說 就是雖然我們這個禮盒 它已經 你已經有手錶 那你也有你的小手鍊了 那我跟你講 我們璀璨之心還很特別 應該說很貼心 非常貼心的 幫大家呢準備了 小卡片以及乾燥花 它就是做好一個禮盒組 來卡片拿著乖孩子 不知道多久沒寫對不對 然後現在真的很流行乾燥花 如果你拿一串生花回去的話 其實你媽媽可能會不曉得怎麼辦 那乾燥花其實它的保存方法 是非常的簡單 上面還是香就是銀色的這個在上面 它其實質感度很高 這個很花成本耶 送給永遠的女生 祝親愛的媽媽永遠年輕 永遠開心 有禮物有花 有卡片 然後就 這樣很棒啊 可能我自己是男生啊 所以就也不用想太多 沒有像上班族其實大家都很忙碌的 對啊 你就上網一個鍵按下去 喔 定 然後就全部 就可以拿到 也不用去多費心 你的心還是在 還是有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幫你 滿滿的心意都準備好了 兒子跟女兒的 就是如果看到我們這個 視頻的話 其實你可以藉由這四種的 類型 然後去幫你媽媽就是 判斷一下說 它適合什麼樣的類型 不管就是要做兒女的 你們要去瞭解說 你們自己媽媽喜歡什麼東西 我們是給你一點建議 對給你們建議 包括說我可以 參考一下 對參考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個視頻的話呢 就是也可以到我們的 Youtube上面 去幫我們留言一下 分享 那記得Youtube的視頻 要記得幫我們打開鈴鐺 這樣如果有新的影片的話 會即時的通知大家 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是小派 我是陳陳 母親節快樂 唉唷 不對齁 母親節快樂